機車行駛在路上才剛過路口 卻意外與小客車發生擦撞 騎士當上噴飛出去 而猛烈的這一狀 讓機車倒在馬路中央 車殼嚴重碎裂 零件散落一地 拖鞋也遺留在現場 機車騎士的命當場沒了 車禍現場一片混亂 被撞的轎車不僅擋風玻璃碎裂 左前方車頭還凹了一個大洞 板金全部都壞了 這起死亡車禍就發生在 1月2號凌晨3點 大安區信義路與敦化南路路口 小客車要執行敦化南路 機車要往信義路行駛 卻闖紅燈直接撞上小客車 當場死亡 現場機車騎士就沒有呼吸心跳 但我們還是請他送往 國泰醫院來急救 但是在凌晨4點多的時候 還是宣告不治 闖紅燈騎士是名送貨員 當天疑似下班後要回家 卻一時貪快 與小客車發生了擦撞 新的一年才剛開始 卻發生意外 造成一輩子的遺憾 記者楊格林淳芳台北報導